17号14点44分 这辆车行驶到十大关乡超线站附近停了下来 几秒钟后 前方100米左右的山体突然崩塌 伴随滚滚浓烟 大小石块不断从山上滚落下来 前面车辆内的人员迅速汽车撤离 第一次崩塌后 一名穿白色衬衫的男子与周围群众站在原地观望 但仅仅过了几秒钟 山体发生第二次崩塌 这名男子迅速跨到路边护脚墙下躲避飞石 就在此时 画面左边一名正在奔跑撤离的女子被飞石砸中倒地 随即被一同撤离的好心人扶起 这时山体崩塌仍在持续 飞石滚落的面积不断扩大 这名穿白衬衫的男子立刻跳进路边的排水沟 紧贴着护脚墙站立 就在他跳进排水沟的同时 一块飞石砸中了行车记录仪所在的汽车的挡风玻璃 在画面左边可以看到 有群众不断从山体崩塌的地方撤离出来 而这名穿白衬衫的男子一直躲在护脚墙下 他看了看膝盖上的伤口 正打算离开时一块大石头突然飞了出来 险先砸中红色汽车右前方 另一名正在撤离的男子 这名男子迅速跳开躲过一劫 常年工作在这一片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者提示 身体崩塌会有一些征兆 可以根据这些征兆及时避险 首先可能会有小的落石 第二山上会冒白烟 第三动物行为异常 如果在行车过程中还没有进入他方危险区 要立即停止前行 如果已经在危险区域内 要尽量保持冷静 观察落石的方向 迅速向落石方向的垂直两侧撤离